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不会给自己定长远目标的人 但是我是基本上是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之后 再定一个短期的目标 比如说学这个专业 考上演员学院 进了学校之后 我给自己定的短目标 就是顺利毕业 其实我学了这个专业之后 我觉得深入了解了之后 其实我们是很难找工作的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也不敢去想象 说我以后能怎么怎么样 所以只能给自己定一个 我顺利毕业就好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实在的 我自己当时也质疑过 会不会因为是综艺舞台 所以会破坏整个美声的专业性 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 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永远地 把自己圈在一个 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 我觉得这个 从某种层面上来讲 是一种孤步自负 我是一个很倔的人 你越不让我去碰 我越要去碰 哪怕我自己心里 对他也有一些质疑 因为这新的东西 之前是国内 是从来没有人说去试过的 如果有一定的成果 有一点小小的成绩的话 应该可以让更多的 和我之前一样迷茫的 这个本专业的学生 能够去看到一些希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让我兴奋的事情 音乐更多的是一个 内心世界的一个丰富吧 还有我老师对我的 一个严格的要求 他不光说是教我 说我专业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 而且还会教我很多 做人的道理 看青草转白雪 听见森林的音乐 忽然发现 陌生世界 天生虎乱丝 有明显的特别 现在就是听以前自己唱的歌 和现在自己心里 对这个歌的理解 我觉得是一直是段变化 有些东西我甚至想 再重新以现在的状态 再回去再唱一遍 我觉得那时候不够好 对 而且我现在很明确的能知道 哪个地方不够好 我觉得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打碎重塑 打碎重塑的拓展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我要看现在的自己 可能又是一个新的观点和看法 我跟我自己的比较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演变成一个 我不断给自己施压 我想往前再去看看 我到底我的极限在哪里 我会一直是这样一个 会逼着自己去成长 我享受这种重塑自己的过程 把现在的自己和之前可能成熟 甚至是幼稚的自己来比较了吗 我会觉得有成就感 就好像我自己是我的人生路上的一个作品 给我的自信 其实要小于这个名头给我的压力 对 因为顶着一些包袱 顶着一些压力去演唱的话 我可能对我的发挥 还是多多少少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你会怕 你会怕万一唱不好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如果 我要是最没压力的状态 应该是我什么都不是的 我觉得我做的最热血 最疯狂的事情 就是去参加《生人心》 我们从《生人心》毕了业 然后很快地就进入了歌手的录制 跟那么多的老师前辈一块同台经济 我们压力其实非常大 那段时间是所有其他的工作全部推掉 一心一意地为了歌手的这个竞赛而服务 每天就是在学歌排练 每天就是在想我这个歌怎么唱才能唱好 外界的压力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的压力更多的是我给我自己的责任 我会去试探自己的极限 我会给自己一些压力 让自己能不断地去努力 不断地去进步 一直不松懈 这根弦不崩掉 比如说《生人心》的时候吧 面对公众有一些好的评价坏的评价 当时是接受不了 因为我的性格是 我如果要是做了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我做错了 我会去承认 而且我会去道歉 但是我接受不了的是 就是我没做这个事情 或者我这个事情没做错 别人一定要把这个错误强加在我自己身上 这个是我从小就受不了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是会心里会很纠结 所以那段时间会 晚上会睡不着的时候 会写一些小作文啊 发到微博上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我觉得外界的声音 不应该对自己有一些影响 我是挺理智的 但是可能因为还是年轻嘛 但是还是有的时候会 有些控制不住的情绪 但是我妈一直就跟我说 说把脾气拿出来 这是人的本能 但是把脾气放下去 或者是藏起来 这是本事 对 所以我也在练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希望说 我是一个冲动的 而不顾后果的人 冲动带来的后果 我可能承受不起的 所以我也不会去轻易地尝试 年轻我觉得就是要付出 要拼搏 会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 我可以去尝试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必须要在守住本心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去发展 我还在不断地去努力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丰富自己 然后我才能够说 很多很多年之后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现在还算是一个 还在成长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 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 我一直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